郭碧婷和向泰的关系一直是娱乐圈的热门话题 近日,郭碧婷出席好友婚礼的照片曝光 她穿了一身宽松的睡衣风套装 和向泰的风格如出一辙 这已经不是郭碧婷第一次打扮成向泰的样子 让人怀疑郭碧婷是不是故意扣死向泰 还是说向家的女人都要穿成这种低调爆发户的样子 其实,向泰这种打扮在富泰圈里很少见 她自己很喜欢这种装扮 也想让儿媳郭碧婷跟着她走 郭碧婷刚进向家的时候 也有过反抗,觉得在向家没有自由 穿衣打扮都要听向泰的 还特意染了个红头发 想要表达自己的个性 结果被向泰在社交媒体上质问 事后两人没有再提这件事 郭碧婷的娘家也站在向泰的一边 劝她要听向泰的话 加上郭碧婷本身性格比较软弱 渐渐的就被向泰给控制了 现在郭碧婷的公开发言和生活方式 基本上都是由向泰安排的 圈内人虽然表面上夸向泰对郭碧婷很好 像女儿一样宠 但私下里都觉得郭碧婷成了向泰的附庸 失去了自我 网友看到郭碧婷的照片 也都感到惋惜和不解 他们觉得郭碧婷是个美丽又有才华的女星 为什么要被向泰改造成这样 他们也不相信郭碧婷和向泰真的有多亲密 觉得郭碧婷是不是为了向家的钱和权 才忍受向泰的控制 他们希望郭碧婷能够找回自己的风格和个性 不要被向泰的影响所左右